像set 集合條件判斷 set跟list其實有點像 但是最大不一樣就是set不會有重複的詞 但是list會重複 比如說我們今天舉個list 像這一題它就輸入這些 最後輸出999就結束掉 判斷說裡面有幾個 然後最大的最小跟加總 其實這一題的話假設我今天是利用list來做其實也可以 不過它有要求一定要set 這邊有一個用set 所以你就不能用list 不然的話其實像這一題 如果你用一個中瓜糊 然後這邊的話差別在這裡 就是點append 結果一模一樣 所以其實這一題 如果你會用之前的串列 那這一題應該ok 那比如說我今天一樣 我要輸入給各位看一下 這個應該看得懂吧 第一個 進一個空的list 有用過吧 畫有1冒號 意思說無窮迴圈 1的話指的是true 意思是一直都true 一直都true就一直會進到迴圈 所以我蠻喜歡這樣寫 畫有1冒號 就是一直進 無窮迴圈 你就一直進 不過如果你有這個敘迴圈 一定有個break 如果你沒有break 那它就出不來了 所以進去 break 就有個條件 如果n它等於-999 那就跳你回圈 那算它的幾個長度 跟它的那個最大 最小跟加總 剛好前面我們都有練習過 不過前面練習是用那個list來練習 那這一題 其實如果你會list 你set就會了 那差別在哪裡 我demo一下給各位看 基本上這一題 如果你用那個串列來做 其實結果應該也會是一樣的 比如這邊的話 34Enter -23Enter 然後29Enter 7Enter 0Enter 然後-1 再-9999 Enter 那只是說你要記得啦 考試的時候 它就是有一個要求 你要用set 所以你就必須什麼 改兩個地方就好 哪兩個地方呢 就是這邊 把它改成那個什麼呢 set 特別是用中瓜糊改這樣子 這樣子叫set 那你如果要新增資料的話 記得把它改成什麼 改成add 其他不用改 一模一樣 好 所以如果你會串列來 你就會那個 那個set 那只是說你會想說 最後做完有什麼差別 最大的差別是 如果我今天 假如我輸入什麼 11 22 33 22 11 我輸入總共有 5個字 但是Enter過你會發現 它會-999 你會發現 我不是輸入了總共有5個嗎 最後居然只剩3個 為什麼 因為如果22 跟它一樣 它就略過 它就不add 特別是一樣的就不增加 OK 看得懂意思吧 所以它會把上面這3個加總 起來的結果 但是如果你今天 假如說你今天是用什麼 用這個 有沒有 中瓜湖的話 它是那個什麼 那個list的話 那這樣子結果 就會不一樣哦 OK 所以如果你今天怎麼樣 執行它 然後一樣是 11 22 33 22 11 的話 它最後呢 執行 在-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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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nter一下 -999 Enter 有沒有發現 5個 哦 OK 所以呢 如果你將來 你也回去可以想想看 要 模擬寫一個大樂透的開講程式的話 那因為大樂透不能重複號碼 所以哦 你可以記得哦 你如果 有要產生7個嘛 跑回圈跑7個 那你就不能用那個list哦 因為list裡面會重複 那你就用set 那set可能會有個問題 那 重複的就不出現有沒有 可能就不是7個 那如果不是7個你就讓它重複 重新產生 直到呢 它都不會重複了 這樣 OK 那這個地方的話呢 主要因為剛好講到這部分set 所以特別注意哦 set跟那個list的最大差別 真的很小 OK 另外的話呢 還有那個702部分 702的部分的話 其實它主要是什麼 就是tuple 那tuple我有講過就是說 這個tuple的東西哦 其實它最重要是 它是小瓜糊 小瓜 如果你將來那個 是小瓜糊的話 小瓜糊的話 它就是所謂的tuple 但是tuple跟list的最大的不一樣是說 那個小瓜糊 不能夠新增資料 因為它是唯獨的 所以如果你要怎麼樣 像這樣這一題的話 它要寫資料 所以這一題的話 那個這題70 它就要寫 這個是第一個tuple 可是它要寫這麼多資料進去 第二個tuple是寫這麼多資料進去 那怎麼辦 很簡單 第一個 你用list 因為list才可以寫嘛 等到list寫完之後 怎麼樣 在list是可以append的 有沒有 其實這一題跟前面那一題還蠻像 差別是說呢 最後呢 再用tuple 有沒有 瓜糊把那個list轉型為什麼 轉型為tuple就好 也就是說呢 先放資料之後 在外面加一個tuple 把它變成小瓜糊 那這個時候它就圍獨了 OK 它這一題主要是建兩個tuple 兩個tuple 兩個tuple 建好之後的話 然後再把它兩個串在一起 兩個串在一起之後 把它做什麼呢 排序 輸出 那另外這一題還有一個重點說 你會發現喔 這個地方的程式 跟這個地方的程式 有沒有 list1 list2 好像都一樣 那它希望怎麼樣 你把它改一下 改成什麼呢 改成DEF 也就是以後 這個地方的話要制定函數 那制定函數的話 名稱你可能要取一下 你可能就是 把這個地方建一個DEF 這邊已經有因為時間的關係 你就是要把剛剛那一段程式呢 把它獨立出來 放在這裡 那前面DEF CTP 小瓜糊 那因為這邊不用傳引數 那最後記得Return的時候 把它轉型之後再丟回來 那以後如果你要去呼叫它的話 你就直接怎麼樣 把這個地方直接呼叫 CTP 那記得一定要放上面 這個地方制定函數一定要放在上面 然後呼叫它 它就跑一次 然後把資料丟進去 一個tuple 兩個tuple 那最後的話呢 就把它兩個輸出結果 就OK了 所以70 那個 2 主要是 讓 考你會不會tuple 那704的話呢 主要考你會不會set 所以就記得哦 這只是 練習哦 所以考試都記得哦 千萬記得一定要set 小瓜糊 然後這邊記得把它改成 add 就可以了 其他都一樣 畫面先還給各位哦 702跟704的部分 好了 謝謝 謝謝 谢谢观看